喂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靖淳 來 我們今天介紹兩位可愛的女生 是 很可愛 很漂亮 是 宅男的最愛 真的 首先歡迎第一位鍾馨怡 大家好 我是馨怡 好 好 來 接下來歡迎許可 大家好 妳們也好 大家好 歡迎許可 好 來 歡迎吳命老師 首先歡迎維安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吳美玲老師 大家好 這兩位女生 先來聊感情 許可之前結束了一段 三年多的感情 對 三年多 所以妳在家一直哭這樣子 不會 因為我 其實我是屬於比較理性的女生 我的理性大於感性 所以其實我是想了很久之後 才下這個決定的 妳下的決定嗎 是我下的決定 妳不要講得好像很有面子 還是人家下的決定 好啦 是她拋棄我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是就是覺得 真的滿和平的分手 因為知道癥結點在哪裡 結果是那怎麼分手的 我就跟她講說 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好像沒有辦法再這樣 妳是傳簡訊還是 我直接講電話 直接講 直接跟她講的對不對 那她就直接 她沒有說不要啦 不要 我覺得可能是星座的關係吧 就是處女座 一開始很怕做壞人 就是她一直很不想講 就是我一直很不想講 然後等到真的要講的時候 會在之前先釋放一點點冷意 你先讓她有一點點察覺到 然後最後才會說 妳就跟她講電話 對... 然後結果呢 我就跟她說 我覺得最近壓力很大 然後可不可以先讓我們兩個 然後我就彼此先分開一下 然後她的回答就是 好啊... 她回答是 對... 她回答是說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她問我為什麼 對 然後我就說 因為家裡面要我照顧 然後我這邊又要 就是適合妳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孤單有點大 可是我認識許可啊 許可她是那種太理性囉 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會懷疑這個女生 有沒有那種感性的那個氛圍在 都沒有 可是我跟她相處過程當中 她在做 不管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 她在做任何的決定 她都是想很久很久 真的 我連第一次跟男生親嘴的時候 我都覺得 這男生到底現在的狀況 是醜的還是想的 我會考慮 就是說妳很懂因果就對了 我會想很多 妳知道嗎 要親了就親了 她會想很多 我真的很理性 我真的很理性 對 有時候呢 男生有試圖就是覺得 因為畢竟三年多 然後三年多的感情 在一通電話裡面之後結束 感覺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太草率 其實之後我們都還有聯絡 就是還是都 她有打電話給我說 還是不可以當朋友 然後有什麼事情跟我講 我說可以啊 通常男生都會殺到你們家門口 因為等著啊 不要分手啊 不要為什麼 她還滿OK的這一方面 對 那妳跟她親過嘴嗎 親過喔 當然 三年多了 真的也沒親過嘴 那是 那是清朝的事是不是 對啊 還沒看過臉 到現在都沒看過臉 對啊 對啊 就三年多了 那妳是怎麼樣分析 妳覺得不合適 這男朋友 其實他有些 先講他外在條件好了 他外在非常好 很帥 非常帥 我有看過 我覺得 我覺得很高挑 也很成熟 就是我自己的擇偶條件 我會希望我的男朋友以後 是像陳雷大哥或王忠平這樣子 陳雷 就是走樸實路線然後 然後就是最後大概中年以後 是步入山林開民宿 這樣穩定的樸實的東西 就是可能我今天放他出去 就算脫光光躺在飯店 都沒有人會 都沒有人想跟他怎麼樣 那種男生 所以當第一眼 我看到我那個三年多前男友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下定決心是 我絕對不會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因為太麻煩了 他太帥了 我覺得他真的還滿帥的 他的外型是那種花心的外型 但他真的不花 他一點都不花 對 可是外型是 他很專情 對 是喔 對可可很 對 所以就 那你發現什麼呢 除了他的外型 我覺得相處時間真的很重要 就是可能到了一年多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些觀念跟 對事情的態度不太一樣 就是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就是我什麼事情 我都很希望很開心 然後什麼事情都給人家機會 然後或者是人家做錯的時候 跟人家說 沒關係 下次再來 或者是跟人家對不起或幹嘛 但他可能就是保護心比較強 他比較怕受傷害 所以他會先把自己保護起來 那就會感覺跟人家有具體感 對啊 所以這一點是 跟人家有具體感 不是也滿好的嗎 可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出去會讓人家感覺 別人都不太敢跟我講話 或者是約我們出去 會覺得帶不出場 不會帶不出場 只是他真的太保護了 例如說我們要出去吃飯 然後他知道這一個會喝酒 他就會說 你不要講話 你不要講話 我來 他就會直接就是幫我倒酒這樣子 然後直接他就喝 直接幫你倒 然後他來喝 對… 就他來喝 然後他都不讓我 就沾到任何一滴酒 然後出去他也很少 讓我單獨出去 就是說其實像這個男生 已經演成老公了 他從男友演成老公 他真的很保護我 非常非常保護我 是喔 可是這樣很保護 有些女生就很喜歡耶 對啊 我覺得是 可可還是需要一點自由吧 我覺得是 對 兩個人互相尊重比較好 其實收開了 就是女生對男的沒感覺 還是妳就是很想喝那一杯 但他都不讓妳喝 我覺得都是還蠻小的 沒有啦 他真的太保護了 例如說有時候出去 然後服務生可能 做了一點點不對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說沒關係 但他可能就會很嚴肅地說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妳做錯了 對 他就會很嚴肅地質問人家 然後叫妳自己來 不如拍桌子 要不然會失桌子 有可能會找經理來之類的 對 但翻桌子還還好 那是什麼星座啊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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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天秤 對啊 是屬於很Man的天秤耶 怎麼可能 那真的滿精神的 那許可 那現在人要跟我講說 那個妳跟一個妳說 結巴什麼 我怎麼要直接問 而且獨林哥 其實一看我的眼神 都不太一樣 說小平的男朋友阿Ben 是因為妳才分手的嗎 我只能說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話 我真的沒有那麼大的魅力 我真的沒有那麼大的魅力 而且我身為可可的朋友 完全不可能是這樣 對 就是我覺得 我的身邊有那麼多男性朋友 為什麼就只說我跟他 那他對妳有意思嗎 其實我們是因為之後 發發水災才比較熟的 妳有去震災還是... 我沒有一起去震災 就是跟馬哥那個小馬 他的愛無限的一個團體 然後一起去震災 然後可能會有的時候 要到南部去 然後我們會早上幫忙去 對 就只有幾個人 那就是完全沒有配的 就是妳自己要去就幫忙去 是...那妳在震災的時候就... 比較熟悉 然後因為之前有拍戲 可是拍戲那一段 其實是完全沒有聯絡 所以妳們巴厘島那一趟 也算震災嗎 不算 那是我生意的時候 對 是啊 最近巴厘島很紅 我行政院長之前也去了 有遇到... 而且行政院長也說 同行的那個人不熟 有啦 我們是真的是一起約著去的 就說這個地方是屬於 很多不熟的朋友一起去的 大家... 我們是真的是一起去 但是真的是很多朋友 然後... 到那地方是幫我過生日 是朋友 幫我過生日 有多少人去 幾個男的 幾個女的 男生我不太... 男生我不太確定有幾個 但我這邊的女生朋友只有三個 男生就只有他一個啦 還有啦 他自己有帶朋友去 他自己有帶朋友去 對 然後就是 那時候拍戲知道他想去巴厘島 然後想說可以一起約的 一起去這樣子 對 然後住在移動Villa 移動Villa... 移動Villa... 然後我不知道 女生還玩得滿瘋的 對啊 那你這個事情 那你這樣以後碰到小萍怎麼辦 那你們試圖跟小萍聊 其實我跟小萍 在這件事情之前也算不錯的朋友 就是會一起去吃飯 可是現在... 還沒有遇到過 但我不知道他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想法 但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就是沒有 那如果他真的要覺得 我是這樣的人的話 那...那也沒辦法 那以後也不可能... 以後不可能怎樣 也不可能會在一起 你說跟小萍嗎 跟阿Ben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男生 就是在拍戲的那一段期間 到正宅 因為第一個是 我覺得男生孝順很重要 對 然後基本上 他是一個滿孝順的男生 然後有的時候 對劇組的所有女演員都很貼心 都非常貼心 所以就是說現在 我們總是別把話說得太忙 就是說因為未來有無限可能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馬上到了我們 開天眼時間 老師 三位老師請開天眼 來看一下... 這時候可能只有請美穎老師 才有辦法了